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老者讲述一个真实事件 1958年 马步方的老家发生大暴动 解放军一个团被几万叛匪包围 解放军十八军五十二师进藏以后 因当时西藏的形势特殊 部队全力修筑康藏公路 并且开展生产自救 解决粮荒的问题 十八军组建过一个骑兵支队 还组建过一个以骑兵为主的藏民团 都留在康区了 西藏全面评判始于1959年 在此之前的1958年 与西藏评判密切相关的 甘青南评判即已开始 骑兵发挥重要作用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和地区 从甘南来讲 早在西北解放战争结束之前 进军甘青新的一野部队 为了剿灭青海马家军的 残余叛乱和匪患 各军都成立了骑兵团 这是西北广阔的草原 戈壁 荒漠决定的 也是敌人的作战特点决定的 骑兵的作用无可替代 比如 一军的骑兵团参与平息 马家军残部叛乱 一军入朝参战后 骑兵团留下来继续剿匪 二军的骑兵团在南疆 参与了堵截乌斯曼渔部的战斗 三军的骑兵团收编了国民党军唯一的一个驼兵团 火捉了新疆的乌斯曼 六军的骑兵团在北疆参与了大规模剿匪 平息了马家军骑武军的叛乱 这时的西北 整个野战师的侦察连也多是骑兵 各军分区还有骑兵大队 查阅清干评判的作战顺序可以看到 骑兵部队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步骑混编 多路进击 步兵首点 骑兵追缴 是剿匪评判的主要作战方式 因为地形复杂 环境恶劣 还要经常依靠航空兵空头挤咬 所以才有飞机给骑兵投马料的战场奇观 青海解放时 当地的头人问伊军廖汉生政委 你们有没有三千骑兵 要是有 我就听你们的 骑兵的作用可见一斑 最典型的是1953年 马步方的叔父马良叛乱 接收蒋方空头武器和特务 篡扰干青川边 是大陆仅存的一股政治土匪 当地部队多次尽脚未果 军委紧急从内蒙调骑兵第一师入肝 骑医师的前身是大青山骑兵支队 和陕干宁联防骑兵旅 长期转战在内蒙谷地区 是我军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骑兵部队 该师经铁路长途运输 下车上马 急行军数日 长驱止入甘南黄河湾区部 马良匪帮猝不及防 情报失灵 被骑医师打个正着 主力被奸马良受勤 这个嚣张的路上台湾就此覆灭 骑医师此后长期驻防农员 在1958年的评判中 和步兵十一师步骑协同并肩战斗 同为干青南评判的主力部队 也是当时全军唯一的一个建制骑兵师 一野各军留在干青两省的骑兵团 均改编为兰州军区各独立骑兵团 加上骑二师的两个老骑兵团 共有七个团之多 全部投入了干青评判 解放兰州时 配属给一野的华北十九兵团 还带来了整编副作义部 骑四师而来的骑兵第六师 当年十九兵团入朝参战时 骑六师没有去 也留在了宁夏负责评判 这个师是附系骑兵的头等主力 抗战时参与过骑席百灵庙 五元大姐等战斗 剿匪完成后缩编为团 也并入了骑医师 在青海 军分区的玉树支队 果落支队都是骑兵 此外 解放军的内蒙古骑兵各师 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辽审和平津两大战役 抗美援朝时为志愿军大量输送战马 训练新马 其中一部改为火箭炮兵直接入朝参战 后缩编为内蒙古军区十三十四团 也于1958年清干平叛时调赴青海参战 该部是一支骑兵净旅 兰州决战之前 准备调赴西北与马家骑兵打野战 官兵早就听说马家军骄横自大 当时立兵没马 求战欲望强烈 准备和马家军一较高下 只是马家军没有野战的企图 在城市攻防战中复亡于兰州 蒙奇这两个团在藏北参加了多次大规模评判战斗 直到评判结束归剑 当时的干青草原上 基本上全军的建制骑兵都到了 蒙古马 三河马 山丹马 门远马 大通马 河渠马 藏马 伊犁马 齐聚高原 万马斯明纵横飞驰 是一场极为壮观的骑兵大会战 干青评判期间 因地域辽阔 判情严重 而驻防当地的兵力不足 从朝鲜战场上刚撤军回来的部队也紧急息掉 其中就有盯胜的五十四军 著名的盯志就是这时成立的 五十四军下属的两个师在相距千里的川藏和青藏两个方向参战 1958年 步兵十一师 也就是后来对应反击战飞兵贝利小道的部队 师主力正在甘南藏区平叛之际 留守甘肃临下的师炮兵团 突遭当地数万人围攻 被团团包围 该炮兵团拿起步兵武器投入战斗 可是 叛匪中有相当多的马家军残余人员 战斗力甚强 炮兵团一时间寡不敌众 情势相当危急 正当叛匪向炮兵团准备发起最后总攻之时 这时 朝鲜战场下来的134师一个团正好从附近路过 他们本来是要去参加甘南评判战斗的 闻讯后紧急赶来 打破了叛匪的包围圈 与炮兵团会合 步兵的赶道让解放军士气大振 两个团合兵后迅速主动出击 坚决平息了这场想趁机在后院点火的大规模暴乱 当时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部队有61师 62师也参加了评判 至此 4个野战军都有部队参战 134师的部队进藏之后 这支刚与机械化的美军作战过的部队 根据藏北的地形和叛匪的特点 也组建起了骑兵 同样是以侦察连为主 抽调骨干编成骑兵大队 作为步兵的前卫寻间叛匪 作战中 经常因骑术不惊免不上对方 也经常不齐脱节 失去战机 好在临阵魔枪不快野光 官兵的军事素质过硬 还是打出了一些经典战力 134师骑兵大队的一个中队 纵马追击 在索台地区紧紧咬住一伙叛匪不放 最后从两翼包抄 将这40多名叛匪压在山奥里聚奸 正在打扫战场时 周围的山上突然枪声大作 500多计叛匪瞬间而至 从四面包围了他们 对方的火力相当猛烈 是得到了美国空头武器的叛匪骨干 骑兵中队立即占领有力地形 向师部请求支援 前来增援的是11师32团 虽然因地形不熟 部分连队没有赶到指定位置 该团还是给叛匪来了个反包围 并且命令各营以新编程的骑兵突击队为前锋 迅速向叛匪发起猛烈的进攻 这时 骑兵中队向外打 32团往里攻 叛匪分出少量兵力向外狙击 集中力量向骑兵中队猛扑 力图迅速吃掉骑兵中队 再巡系冲出包围 骑兵中队极其顽强 连续打退了叛匪的五次冲锋 这时32团各连队陆续赶到 攻击力大为增强 内外夹击 叛匪全部被消灭 此战骑兵中队20多人牺牲 85%的人负伤 老战士新骑兵 打出了一个成功的中心开花 当年的骑兵在训练中 马上射击 马上斩批 乘马跃杖是基础训练科目 而根据实战的需要 下马徒步战是重要的训练内容 评判战斗中 更多采取的也是高速机动 控制有力地形以火力消灭敌人 一般由新兵在后控马 老兵在前战斗 老骑兵还有很多的绝活 邓里藏身等技术不用说 技术好的骑兵 比如参加开国大典的那些骑兵 还会从马的侧后方上马 也就是马立在身前八步远的距离 猛跑过去 手一搭马背就跳上去了 这个动作叫做八步赶城 还有很多老骑兵 遇到紧急情况时 不是先整理安具 而是先把安具扔上马背 人随之上马 在控马的跑动中系好肚带 一气呵成非常利落 能迅速地进入战斗状态 非常实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西北 是骑兵作为一个古老而传奇的兵种 光荣落幕前的最后辉煌 这段历史不该为后人忘记 那种说自动火器出现 骑兵就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 是以杨为本 根本不了解我军骑兵的重要历史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有自己的地理环境 必然有符合实战需要的作战形态 当年 数万纵马扬刀的战士 驰骋高原戈壁 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立下了大功 这是一段不可埋没的骑兵史 这是一段不可埋没的